不久前一份二战期间的英国间谍手册被公开了 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个 是英国的间谍自己编写的 在这本手册里面 详细记载了间谍是如何将炸弹藏在水果 酒瓶 围炭 手提包 甚至是老鼠提 在这些秘密武器中 威力最大的就是老鼠炸弹 为此 这些间谍经常乔装成大学生 称实验室需要实验动物 从而成功地购入大批老鼠 他们包下了老鼠皮 填充塑胶炸药 然后再横起来 书中的这张图就是老鼠炸弹的样子 中间的这根横杆是一个标准的笔杆定时音信 用弹簧激发雷管 加上一个由腐蚀溶液和金属丝做成的简易定时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定时炸弹 我们能看出来 间谍制作这些秘密武器 通常是把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爆发出毁灭性的毒 像炸药和电胶片一样 毫不相干 但就是这两样东西 要了冯玉祥将军的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